利用這個範圍去找到最大的最大的那個80題 再來的話第二個的話我們在選取 第二個範圍是從那個A到C 這個範圍的話我們給它名稱叫 跟這一樣 剛剛這個範圍叫抽題 修正一下 這邊名稱 假設我要修改的話名稱定義 剛剛這地方可以把它做有什麼呢 這邊直接把它 這邊叫抽題 抽題 刪除再一次 這個範圍選取 插入把名稱定義 這邊叫抽題 那A到C欄的話叫考題 抽題 這個地方 A到C插入名稱定義 這邊叫考題 按確定 那定義完畢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再切到test 那怎麼樣把資料呢 可以這個80題放過來 第一個先給提好了01 假設我這個地方的話呢 要80題 那我就02 這邊往下 自動這個地方填滿到80 好了 總共我需要80題 再來的話呢 這個地方題目 我要怎麼樣可以把最大的那80個帶過來 第一個當然 我們可以利用那個large的方式 這邊全部有一個large 所以打一個l l之後的話large 那large接下來 它會需要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呢 切換到data裡面呢 那我需要找到的是哪一個呢 從抽題嗎 所以 這裡因為我已經設定好一個 定義 所以按F3 這邊可以找到抽題 抽題實際上就從1裡面 然後去找到第幾大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 我們 這範圍是 抽題的 那 再來的話 第幾大可以根據什麼呢 前面的題號 那找到按確定 好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前80大的 你點兩下就可以抓到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從2000多筆資料裡面呢 去找到它最大的 可是呢 我要的如果是怎麼樣 我要的不是這一個欄位 而是要前面三個欄位的話 那該怎麼做 第一個我想你們先試著 做定義 跟這個地方 那等一下前面還要再加幾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